這個力圖鎮住能夠一掃前幾場比賽的打法狀態 或者是一些進攻方面的 特別是攻守切換的一個情況 並不是那麼樣的流利 那麼樣的順暢的情形 今天這場比賽對上台北足球俱樂部 我想會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 那今天主催裁判是徐敏玉老師 注意裁判是黃建龍 黃士豪 第四裁判則是許國淵 因應這兵強馬狀的男士台鋼 或男士鋼鐵待會在陣容上會不會有一些變化 或是3-5-2的時候比賽有所調整 哨聲想起比賽開始 畫面上看到白色球衣的AC台北 可以選擇有什麼的機會 張正斌這一次左腳往進去裡面 收在一個情況下 GO! WOW! AC台北先改寫了比分 在上半場8分鐘的 第8分鐘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是陳奕妍先幫助了 AC台北取得了一球的領先 哇 今天這場比賽 沒想到剛剛一語成蹭了 男士台剛這場比賽真的要打逆風球了 上半場的一個情況下 第8分鐘 陳奕妍接獲了 這隊友張正銘從左路的一個換邊 讓陳奕妍有很好的機會取得射門 來看一下這一次 張正斌左腳往進去 送了 陳奕妍看到第二個落點之後 哇打一個非常貼地面的一個射門 可以看到李冠佩斯完全沒有想到說 對方會有這樣的一個射門角度 陳奕妍已經到右路的情況下 面對兩邊全手包起來 但是突破之後 馬上看到馬上一個射門手 但是這一次上前不畏的情況下 讓馬可在小進區內 並不協任地取得這一顆進球 在相距前一顆失球的情況 走到進區內之後 這一次的一個射門 可惜啊 沒有辦法直接搶點了 但這一次進區內的搶點 差一點就可以改寫比分了 剛剛也可以看到說 這一次也許進區內 可能會有一個 越位上的一點點的麻煩 但是剛剛可以看到 在進區內 黃偉傑這一次差點有機會 左路的推進 剛剛那一次的傳球 非常的漂亮 來看一下這一次 台夢城接運之後 趕快往中間去做移動 張正斌 走到進區內 這一次的射門 可惜啊 在大進區邊緣 先做了第一個人員的更換 是把 22號的張豪偉給換下 是把他站在大進區的邊緣 來看一下這一次 多半都移動到小進區內的情況下 愛穎恩 GO 47分鐘 愛穎恩 幫助男士太剛在下半場取得了領先 上半是有手轉攻的機會 男士太剛還是沒有辦法 透過這樣的一個進攻 獲得一個定位球的機會 那這一次 男士太剛 在防守上頭 那是被蔡夢城成功的一個突破 來看一下這一次 陳奕妍收到進區內 但這一次 並沒有辦法直接取得破門的機會 突破 這是前面一次 突破了郭伯偉 人球分過之後 陳奕妍這一次的傳球到進區內 但是可以看到 雖然 攔截的機會 尤漢上前 並沒有選擇用犯規的方式 但是看到 成功的轉身之後 李中央 這一次的傳球 並沒有越位的行星 來看一下這一次 送到進區內 遠邊的情況下 這一次的射門 這球進了 台北足球聚樂部 在75分鐘 半平的比分 選擇向 目前曼城足球聚樂部的 哈倫的一個進球慶祝 佛系的慶祝 幫助球隊 取得了2比2的平手 剛剛劉和翰的上前 逼搶 沒有辦法 終止對方的一個進攻 可以看到 李中央 轉身之後 觀察一下 隊友的一個走勢 趕快再交給隊友 黃偉傑送到另外一側 這一次的一個射門 可以看到 雖然一開始 李冠佩有機會 撲到這一球 但是可以看到 這球的一個去向 還是往門框裡面去 但這一次 中間的一個 成功的過人 黃偉傑的一個 適死的 往右邊去 接應的一個情況下 讓 但是可以看到 在台北競技這邊 有兩名選手 倒在地上 看到安穎恩 速度非常快的情況下 衝上前去了 但是這一次 可以看到 片田千層成功的干擾 可以把它送進到 門框以內 但是這一次 再送到進去的情況下 片田千層是 把這一球給接了下來 看來片田千層是打算了 只要讓台北競技這方面 取得3分 積分 但是 朱晟裁判 明齊了 全場結束了 造成了